有人对他高山扬指,称他是神一样的存在 他是UFC轻重量级未免次数最多,获胜次数最多,保持着最长的连胜记录 也有人对他唾骂不止,称他有史一样的人生 科药、家暴、肇事逃逸,三度失去冠军头衔 无论热爱还是不屑,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他在23岁拿到了轻重量级金腰带,成为了UFC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 战胜不败新星瑞恩巴德后,琼斯取得了六胜一负的成绩 本来冠军挑战权还需要一到两场比赛 但由于激进的冠军挑战者拉萨德·埃文斯在训练中膝盖受伤无法参赛 被选的狼人杰克逊觉得备战时间太短,拒绝了这场比赛 在战胜瑞恩巴德的赛后采访中,琼斯被问到 愿不愿意接替埃文斯挑战冠军,琼斯兴奋地大喊 距离上一场比赛仅仅42天后,琼斯第一次的数字头条主赛就是冠军争夺战 2011年3月19日,UFC128,琼斯的比赛日 比赛之前还有个小插曲,可能给了琼斯不少信心 琼斯和教练打算到场馆附近的公园进行冥想 遇到一男子砸碎车窗,抢劫了一对老夫妇的GPS 琼斯和两名教练一起追赶并制止了小偷,直到检察的到来 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帮助他人的感觉真好 回到正题,琼斯对手是职业战绩十九胜四复的巴西人毛里西奥卢阿 曾经在一截三的PRIDE赛事中打杀四方 几个月前,刚刚战胜听天龙太获得了金腰带 没想到遇到更长、更高、更快、更有创造力的琼斯 在第三回合,挨过一击紧细后,就再也没有能力抗抗 大将军卢阿的第一次衛冕战就这样丢掉了金腰带 直到今年5月份的最近的一场比赛 再也没有染指过冠军金腰带,甚至冠军挑战权也没有拿到过 距离琼斯的24岁生日还有4个月 现场球迷一起见证了UFC最年轻的冠军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综合格的生涯还不到三年 白大拿说,从今晚的表现看,琼斯要领先别人一里地 这场比赛过后,琼斯看起了人挡杀人 佛党杀活的衛冕模式,精灵过注,片甲不留 五头琼斯的每一次衛冕战都仿佛带走了对方的海骨一般 驱鞘引入到了沉烟